哎 姐姐怎么回事呀 她的这个拼图怎么乱七八糟的呢 哎 来 我把她的水果拼图给她都放好吧 嘿嘿 我给她收拾好呀 妈妈回来一定会表扬我的 哎 乔治 你这是干什么啊 我这拼图不是这样拼的 是你给我拼的乱七八糟的 不对不对 快看 我的这些水果呀 它们都有固定的位置 你们有看到吗 下边都换好线了 我们要按照这个线给它们放 哎 这个 梨子在这儿 我们呀 看好它的形状 来 给它找到 这样才对嘛 然后这个是大橘子 它应该放在这边 还有这个草莓放在这里呀 哦 姐姐 原来这个拼图是这样玩的呀 不仅可以拼拼图 还可以认识形状 我知道 我知道 涉嫌的让我来 哎 这个大西瓜是半圆形的 然后这个菠萝 菠萝的样子是这样的 放在这里呀 还有什么呢 哇 这个是大榴莲 放在这边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柠檬 放在这儿 还有这个葡萄呢 它的样子是这样的吧 放在这里呀 还有这个是苹果 放在这儿 香蕉和苹果挨着 还有一个桃子 桃子就放在这里吧 哇 姐姐 你这个拼图可真好玩 我也想要 乔治 我这里还有一个呢 这里呀 是小动物的拼图 你一定喜欢 哇 太好了 我乔治也有这样的拼图玩咯 我讨厨 好 谢谢你 谢谢你